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7号的大台中联播新闻 台中市积极推动客家人文观光产业发展 这周在东市高工举行市政会议专案报告 指出市长上任前承诺的建客与示范幼儿园等多项照顾客家族群的政见 三年来逐一实现 目标让孩子学习客家文化 让年轻人愿意返乡工作 藉由多方面的推展 为客家文化推广及山城观光产业 挨注创新能量 空拍画面完整呈现东市区的变化与发展 台中市积极推动客家人文观光产业发展 那16号上午在东市高工举行市政会议专案报告 指出市长上任前承诺的建客与示范幼儿园等 多项照顾客家族群的政见 三年来逐一实现 所有的建设都是以人本为主 东风快速道路还有所谓的陆平专案 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的内需能够更好 才有机会让年轻人缩短路程 愿意回到家里来 有关于公共建设 不管是白鹤亭 还是合并公园的再设 还是户外改善工程 这个都是为了让在地人 能够在这里能够有更好的内需 东风快速道路完成之后 东市区宛如打通任督二脉 公共建设与观光文化都有涨足进步 石岗区也设置入口异象与彩繪村 增加观光发展 新社区则借由一二九线 拓宽与节湾取值 让新社居民出入更便利 缩短城乡差距 在非都市计划的区域 或者是像我们的董事石岗 新社合理 特殊的地理环境 我们也必须要扣照 他这个作为一个生活圈里面 他不管是产业文化 他的一个特色跟亮点 市长表示感谢各区长的努力 让客家山城不一样 像是新丁板节彩节活动 李渔博工等文化内容 不仅要吸引外地观光客 目标要让孩子学习客家文化 借由多方面推展 为客家文化推广及 山城观光产业 挨注创新能量 中央和地方大力推行长照政策 但在偏远山上的达官社区 就连到最近的和平区卫生所 也要34公里 就意相当不便 为了支持原住民的长照服务 有公益基金会就主动捐赠了 100万元给达官社区 并且指定要补助市府推动的 原乡长照幸福包裹实验计划 让长照制度在原乡部落实践 达官社区的原住民 手拉着手围成圆圈 以太亚鼓调唱出 对社会各界的感谢 过去他们就医得走到 距离30多公里以外的 和平区卫生所 现在透过民间单位 捐赠上款 结合市府推动 原乡长照幸福包裹实验计划 未来就医将轻松许多 因为一些致富儿的一些限制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享受 长照的一些福利 那我们基金会在原乡部落 尤其在达官这边 我们亲自去探访了 当地的一些老人 发现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愿意 抛砖引玉 我们投入了相关的一些资源 让这一些原本没有办法享受 政府长照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老人 能够来享受我们长照的一些服务 虽然我们自己要做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资源上 经济上都是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 那有这么好的公益团体来协助我们 我想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福祉 然后我想说在我们 就是老年的生活也被政府重视 由于原乡部落部分长者 不符合中低收入户资格 需要部分负担 对部落长辈有不小压力 往往拒绝接受服务 因此市府和民间协力 并挹注资源给原乡长辈 让长辈们没有经济负担 能够接受居家服务或居家医疗 改善偏乡长照困境 那后来了解发现说 那个部分负担对他们造成 其实还是不小的压力 那但是这个部分负担是全国适用的 所以针对特别原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需要找一些民间的资源来协力 那非常感谢公益传播基金会 那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由原住民代表制赠泰雅族信物 透过原乡长照信服包裹实验计划 将渴望补足原乡地区的长照资源缺乏困扰 也为原民造福员带来返乡服务机会 促进长辈接受长照服务 为了缩短城乡差距 市府提出新社区慢活城市国际认证申请 并且斥资了5900万元 将新建多功能综合商业大楼 东土这天市长也表示 地上三层的综合商业大楼 规划设置摊贩集中区 礼办公室以及展场 及会员洗锁 室内运动健身场所等多功能的规划设计 预计108年的5月完工 将打造满足市民多元用途的公有建筑 罗古镇天响伴随着武士表演 热闹的场面 为了是迎接新社区居民期待已久 致资5900万元 崭新的多功能综合商业大楼 在这天正式开工动土 包括市长林嘉隆也亲自出席主持 可以说是地方多年来的期盼 我们不但要把它盖出来 而且要盖得非常好 它结合了三里的联合活动中心 而且要把附近的这些摊贩 都收纳到里面变成一个市场 再加上三楼可以作为 包括运动或各种的活动使用 会变成我们新设的一个 可以说未来的人气最旺的 一个集会场所 第一场开工顺利 新社区长刘孟夫表示 大澳基地位属新社都市计划内 区中心处 临近农会 卫生所及军工较警等各机关学校 生活技能完善 人口密集 但临近的三个里缺少活动中心 也没有公有市场 造成摊伤林立 拥挤林乱 这个是大家 我们地方上大家期待很久很久的 尤其是我们三个里 从没有活动中心到现在 拥有应该是我们新社区 最漂亮最大的活动中心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我和我的里面大家都很期待 林市长强调 地上三层的综合商业大楼 以提出慢活城市国际认证申请 将提供民众修器购物环境 并完工后 折合规划中的iBike建制 吸引民众在当地深度旅游 突进行社区内的观光经济效益 照顾偏远地区居民基本交通权 交通局从去年4月起 已经陆续推出两条小黄公车 以预约计程车方式 替代搭乘人数较少的公车路线 并且提供民众免费搭乘 广受地方好评 交通局表示 透过计程车的机动性 代替公车可以服务年劳长者 行动不便 或是携带大型行李的民众 达到民众继承车产业 以及市府三营的目标 便利的大众运输系统 搭配10公里免费的游会政策 让搭乘公车的台中市民越来越多 而眼前缓缓开来的正辆小黄 也是提供民众免费搭乘的公车 因为很多的社区或聚落 是在比较山上 那过去我们的公车 经常是开上去再开下来 都载不到人 可是有时候又有这个民众有需求 所以这种路线都一定要开 那这样开下来是没有效率的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改变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 这一个公车能够改成 用计程车来做营运 平均一天就四至五个人 一般都是住在山上的 就是偏远地区 比如说公车以前都会人几人 一台车坐没几个人 现在只要像我们一两个上车 我们上车就可以直接搭 搭起来也比较舒适比较方便 车身踩绘公车路线 让搭车民众一眼就能认出 张罗局长王一川表示 去年四月黄一路 八月黄二路上路以来 截至今年二月底为止 平均每班搭乘人数约两人 总投入经费约九十亿万元 那公车业者就可以不用再经营这一条路线 那多出来的驾驶员跟这个车辆 就可以行驶别的路线 那在政府的补贴部分 我们两条路线大概这半年多以来 两条路线减少的这个补助经费 大概三十六万 那我想这一个政策对政府来说 对公车业者对民众来说 对计程车司机来说 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局面 交通局表示 虽然小黄公车有固定发车时间 但因为计程车只能载运三到四人 几乘客务必事先预约搭车 并建议在乘车前一天预约 方便车队安排车辆 如果预约人数较多 也会安排多辆计程车载客 老公局在中兴大学 举办107年就业博览会 有55家厂商涉滩 一共释出了7000多个职缺 吸引了许多应届毕业生前来 其中以制造业科技业最为热门 合力放上卡榫 劳工局局长黄和廷等人 为就业博览会揭幕 上午在中兴大学盛大举办 现场设有55个摊位 聚集国内外知名厂商齐聚一堂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大业中的劳工 还有即将要毕业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来试试看 尤其是我们非常鼓励 大家勇敢投入制造业 因为制造业它的发展愿景很好 因为全球的产业 唯一不会是细阳工业的就是制造业 那未来也会跟产业4.0来做结合 有半导体生物科技光电制造业等 7个热门产业 一共释出将近7000个职缺 其中以科技业制造业最为抢手 未来的话应该会找就是科技业的 对 或者是一些资讯相关的工作 在台中的话 因为台中有这边临近台中的那个工业区 所以可能比较有多的厂商 也刚好在台中很方便这样 就蛮多有蛮多 蛮有兴趣的职缺 目前看起来每一家厂商需求的 对于资讯软体需求的量是蛮大的 所以来这边找感觉工作机会蛮多的 除了就业资讯 现场更设有职业诊断服务摊位 协助求职者了解职场 透过多方的尝试和了解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关心大台中联播新闻 你预约吗 我要预约 我是你们的VIP编号室 20011258919 领走 中小星 星星向你的星 哎呦这是猴子啊 是星星 嗨 嗨 车接零 九十六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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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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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大车论吗 都已经过半小时了 我的车怎么都还没有到啊 VIP68号李永豪 鬼员是在二段 你是在三段 一点都不VIP啊 嗯 嗯 求求你 服務區你也可以買這麼多東西 你把自己當VIP喔 親愛的 現在這裡很好買好不好 而且啊 人家我也有幫你謀福利耶 我用1968呢 幫你預約了駕駛人休息室 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覺 補充體力 讓我睡覺補充體力 好讓你有機會 再補充戰利品吧 好厲害 這麼近的我在想什麼 啊 這早就快掉了 求求1968 喂 中心您好 畢心王 很高興為您服務 請問是中小姐嗎 有什麼需要為您服務 喂 我們車子快要麻煩你們協助 請問您的車號是 VIP1968 所在位置 國道3號 南下96公里處 對對 很高 再次騙您確認 聯絡電話是 09688888 所在位置 國道3號 南下96公里處 中小姐 車牌號碼 EIP1968 小心交車 對 我們馬上為您安排拖救車 隨後再與您聯絡 好 謝謝 OK OK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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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很好很好 真的太謝謝你們了 只有高興的 1968 又快又好 這才是價格的VIP 下載1968MD 第一次國道VIP 歡迎回來繼續關心下半截的大台中聯播新聞 愛荷華州立大學是美國百年名校 最早創立獸醫學院 一般需要公讀八年才能取得學士後獸醫學位 同樣以獸醫領域聞名的中心大學 現在與愛荷華州大合作簽訂雙聯學位 未來台灣學生只要在新大就讀兩年大學部 再加上愛荷華州大五年教育 也就是七年 就可以獲得兩個學校的獸醫學位 還同時兼具台美兩地的獸醫師考照資格 為台灣學生提供邁向國際的機會 在國內獸醫領域樹立權威的中心大學 26號上午與美國百年名校愛荷華州立大學 簽訂雙聯學位 台美教育界合作更進一步 我們會選擇這個中心大學 國際中心大學收醫學院 當作這個雙學位簽署的第一優先的考量 主要是因為國際中心大學的收醫學院 為台灣第一所成立的收醫學院 我們有相當優秀的學生 以及相當優秀的老師在這邊 那麼他們希望透有這個雙學位的簽署 那未來可以讓更多優秀的學生 能夠大家彼此合作 而達到一個雙贏的結果 美國一般需要公讀八年才能取得 學士後收醫學位 新大簽訂雙聯學位之後 未來台灣學生只要在新大就讀兩年大學部 再加上愛荷華州大五年教育 最快七年就可獲得兩個學校的收醫學位 還同時兼具台美兩地的獸醫師考照資格 我們在台灣地區是先在台灣完成兩年的這個大學部的教育 然後之後再去美國念一年的這個這個預備的課程 然後之後四年就可以完成所謂的第一面學位 所以總共來講大概是七年的時間 會比美國當地的學生要完成這個學位的時間來的更快一些 擁有頂尖受益教育經驗的兩校攜手合作 促進人才交流 也為台灣學生提供邁向國際的機會 教育局為了燃起學生的學習動力 在文雅國小舉辦台中市國中小補救教學整體推動方案 玩意兒創意生活營 結合極致體能舞蹈團設計藝能活動 激發孩子的學習熱情 開放本市國小推薦兩名補救教學表現優異的高年級生參加 每次報名總是短時間內就額滿回響熱烈 來自各校補救教學表現優異的高年級生 齊聚在文雅國小學習肢體表演 這是國中小補救教學整體推動方案 玩意兒創意生活營 結合極致體能舞蹈團設計藝能活動 激發孩子的學習熱情 文雅國小從2014年接辦這項活動以來 在台中東北扶輪社 持續挹注資源下 更結合極致體能舞蹈團設計藝能活動 每年的創意生活營都能讓孩子們 在學習的旅程上留下深刻的感受 那今天的活動呢是由東北扶輪社還有教育局一起贊助的 那我們承辦整個活動的旗幟舞團呢 他們也是發揮了效果發揮了他們的創意 希望呢給孩子呢透過肢體的動作來夠展現自我 社會服務也是我們扶輪社最重要的活動 那我們一直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所以我們每年每年我們都有編列預算來贊助 教育局副局長特別歷臨會場為孩子們加油打氣 期盼孩子們以多元形式激發潛能 我想我們剛剛講的我們希望在玩的過程中 在做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學生一些 在學習生活上不同的技能不同的這些溝通方式 榮獲第五屆台中市表演藝術金指獎的極致體能舞蹈團藝術總監表示 玩藝兒創意生活營活動是以表演藝術型態提供展現體能的舞台 讓孩子燃熱情玩創意展現自信光彩 名稱叫玩藝兒顧名是在遊戲中去玩藝術的小朋友 那我們帶來的是十二生肖的遊戲 接著戲劇 音樂 舞蹈 裝置 美勞教育 一起組合成一個玩藝術的遊戲 上午的活動主題是表演藝術練習 下午則是進行成果發表 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在有趣的遊戲中 培養實際的行動力 勇敢地開創自己的未來 聰明高中設有三個特教班 老師在教學上別出心裁 除了既有的課程還特別開了園藝課 讓學生種種菜提升認知能力 接觸大自然 師生們都非常享受這樣的天願時光 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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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花 眼前的每一株菜苗 何宇凡都如鼠家珍 中民高中特教班的園藝課 總是這麼熱鬧 我很愛上演藝課 為什麼 是因為什麼原因 種菜 種菜 很有趣 很有趣啊 我們想要教他在日常生活裡面 會用到的能力 其實種菜最簡單的年級 每天都會吃菜 然後他們又可以立即的 就是看得到植物的生長 然後之後它長好了採收 然後甚至我們就會 直接煮給孩子吃 然後他們就會很有成就感 這樣子 這樣才能擦到土裡去 對 然後壓緊喔 對 這樣子 對 讓孩子接觸泥土與植物 新花跟著躲躲開 還能培養認知能力 走廊前的這一母小天地 就是師生們的開心農場 嗯 非常不錯 很好吃 因為有調味料 有調味料 嗯 覺得菜很新鮮嗎 很新鮮 很豐富 其實一開始會怕 他們日常生活 其實不會碰到這東西 因為爸媽其實都保護得很好 那所以在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就會先要盯他們說 那個圖啊 不會很髒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摸 摸完之後 就欸 那觸感很特別 而且他們在種完之後 看到植物長起來 也很有成就感 那其實久了之後 他們就還蠻喜歡上園藝課的 校方透過一點巧思 達到學習效果 學生也獲得極大的成就感 在台灣特教資源 有限的環境中 找到出路 換慶物風潮科技大學 副社幼兒園20歲生日 園方式規劃了一場親子運動會 雖然是小朋友的運動會 不過規格可是比照 一般正式的運動會 安排了小小運動員 進場即傳遞聖火的儀式 還邀請家長跟小朋友 一起下場律動 場面熱鬧之餘 也增進親子感情 小小運動員進場 大家精神抖擦 整線滿滿的朝氣 呼風潮科大 附設幼兒園 在24號這一天 規劃了這場親子運動會 還歡慶幼兒園的20歲生日 我們等一下會有那個 請校長有傳遞聖火給小朋友 還有我們的生日蛋糕 的生日快樂歌 那後面有親子律動的部分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歡樂快樂的回憶 然後我們在幼兒園的部分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 台中式的花博 所以我們延續花博做了 花團錦簇慶朝佑 然後在幼兒園有很多花的設計 跟創作 雖然是小朋友的運動會 不過規格可是比照 一般正式運動會 有傳遞聖火 大會操 跟親子遊戲等等 小朋友跳起舞蹈 秀出了滿滿的活力 一旁的家長忙著拍照 為活動留假紀錄跟回憶 專程陪他過來的 一定要有空啦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很重要 是小孩子一年一次 所以很期待有親子關係的互動 我們有 現在目前有六個班級 那目前有156個小朋友 大家一同唱著生日快樂歌 場面十分熱鬧 這場親子運動會 在幼兒園的用心規劃之下 但小朋友不只是玩得開心 無形當中 也增進親子情感 在台中拍攝的國片 喜從天降 有李烈監製 李中指導 曾芝橋 林美秀 廖俊 方紀偉 以及劉冠廷等等 知名演員主演 新聞局是特別到拍戲現場 來關心支持 也帶了台中名產 太陽餅和飲料 圍繞劇組 國片黑色喜劇 喜從天降 主要場景 選擇在台中七期豪宅 進行拍攝 新聞局長 特別到現場探班 帶著台中名產 圍繞劇組 祝福拍攝一切圓滿順利 在講一個豪宅仲介 所以我們就選了台中的豪宅群 因為確實我們在看景的時候發現 原本是希望能夠在別的城市找 但台中的豪宅 就是它最能夠符合故事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要營造那個 非常豪華的這件事情 因為才能夠凸顯這個 我們男主角的這個 他的這個任務的重大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台中的豪宅 是我們看過你們最好的 真的是以建材來講 還有以他們整個環境來說 非常符合我們故事的需求 所以確實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選擇來到台中拍攝 喜從天降 由李烈監製 李中指導 演員陣容包含新生代當紅演員 及實力派資深演員 劇本由新銳編劇簡兆軒撰寫 藉由黑色喜劇的電影風格 刻畫人性真實面 令人期待 我們包括李島 然後烈姐新的作品 然後帶著所有的劇組 今天就在台中拍攝 那這部電影 其實是非常符合李島一貫的風格 就是黑色幽默 那當時我們的台中市的相關影視委員 看到包括劇本 跟相關的規劃 其實可以說是二話不說 就決定給予協助 那這個協助其實不只是資源上面 其實包括從場地的協調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行政的協助 我們都全力以赴 很多朋友都在關心台中的 我們在霧峰有一個影視拍攝的基地 那這個基地現在已經成功完成招商 那進度非常的順利 大概在今年的年中就會完工 今年年底就可以進行拍攝 那現在也確定由中影吧的公司進駐 所以未來很多的劇組來到台中 可以得到更多的協助 今年來產出許多快智人口的優質國片 包含紅衣小女孩2 大佛普拉斯 吉花甲大人轉男孩 都獲得台中市政府補助協拍 希望這股氣勢 也能為年底上映的喜從天降國片 帶來好運氣 再創佳績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台中聯播新聞 我是主播林佑鈞 感謝您今天的加入 也祝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下次再會 besonders佛ITE 明天花它有聲音 2018世界花卉博覽会在台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里你只需要细细观察就能漫步在美学风景里 台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颗心 莫过于台中国家歌剧院 走在里头每个角落都有不同感受 这几年台中的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爱书诚痴的书店主人纷纷以自己的兴趣和梦想 撑起了台中独特的人文阅读风景 市政府将过去的警察官社群转型利用为台中文学馆 仍保留着当年原型及风味 成为目前台中最美的文学地景 从公共建设到独立书店 翻新中台湾美学风景 미 heter Music 未经许可bet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不回应 未经许可 mitfinans 未经许可汽引几秘 cause